完全是心情分享 和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空间 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MustMind Creations出品的 Grandis Hextron正义六面兽 包装方面做的是相当有诚意 和之前MMC推出的再版六面兽类似 有一个纸质的外壳 尺寸是特别巨大的 中间还有一层透明的塑料包裹 而这个透明的外壳上面 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极为复古的印刷风格 那么这次玩具的设定所表现的是 1989年胜利是斗争里面的Great Shot 这么多年了 这个角色似乎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异法 咱们就姑且叫它正义六面兽吧 那么就像刚才说的 这个塑料包裹上面的印刷 是特复古特喜欢的一个风格 包括上面字体的使用 都是很讲究的 而透过这样一个透明的包裹 也能很清楚的看到头雕以及胸部的改模 纸质品不多 但印刷还是相当精美 有各种形态的展示 以及这种经典的网格状的背景 打开之后 这个变形 其实你只要拥有任何一款MMC的六面兽 它的变形机里都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除此之外 如果你是在钢铁星玩具部 预定了这款正义六面兽 还会得到钢铁星的宠物企鹅 当然是需要自己手动组装的 人情状态下 除了部件的改模之外 最为关心的就是玩具一体性 以及上色的最终效果 一体性是不用怀疑的 而这个涂装也没有丝毫廉价的感觉 白色是调的特别的正 当然胯部这块白色 是应该在红色漆面上上的白漆 所以和其他部件 略有了有些不一样的色调 头雕方面做的很精彩 还原Great Shot 一个神韵 一个牛魔王式的头盔 胸部这块 是一个老鹰的样式 像两边展开的翅膀 包括这个黄色的涂装 使得它这个小翅膀 也是有着很好的加乘效果 但是如果把它向内翻 就没有额外细节的表现了 两个肩部的红色部件 也是有改模的 而车轮方面 和再版六面兽一样 电镀的轮圈 没有取下来的一个机关 腿部是采用了电镀橘漆的一个效果 翻到背后 这个电镀部件上还能看到 MMC的名文 想来这个六面兽的模具 已经是推出了好多年 而多次的重途 它的关节并没有退化松动的现象 武器方面和再版六面兽 保持了一致 两把电镀大枪 两把极为拉缝的大砍刀 这个大枪拿在手里 尺寸还是挺合适的 而这个大砍刀呢 由于尺寸是十分巨大 挂在腰间没问题 但是需要调整一下 各个部件的位置关系 把它卡在腰间的凹槽上面 就是OK了 我们说到它的颜色 其实这个刀片的红色 和主体上面的红色不一样 主体上的红色是一种鲜艳的大红 而这个刀刃呢 是采用了粉红色的处理 而且这个刀具的韧性是很高的 尽可能的避免了把玩当中 可能出现的断裂情况 之前我也多次说过 六面兽的六种形态里面 除了人形 兽形是我最欣赏的 那么这次的兽形呢 头雕是有改模的 我们知道正义六面兽 或者叫Great Shot 它的兽形状态是一个会飞的犀牛 而这次犀牛头雕 无论是分色 还是细节纹路 处理的都很到位 可动性方面 也是不用怀疑的 根部是球形关节 向各个方向看 张嘴闭嘴 摇头白脑 都是没问题的 而且这个头雕呢 从各个方向来看 立体感都很强 一体性表现是不用怀疑的 从正前方来看 就刚才说的 犀牛头 不会显得过于的扁平 而且这个齿轮关节呢 给大家听一下声音 依旧是非常的清脆 这点很关键 因为这个模具 我们知道已经使用了很多次 没有出现齿轮关节的一个松动 这绝对是一个好的现象 而后腿方面呢 大面积的电镀橘漆的使用 使它看起来更为华丽了 装甲运兵车状态 这也是六面兽六种形态 里面相对比较紧凑 比较短小金焊的一个形态了 座舱银白色的分色处理 也是相当的精致 一体性方面 这也是不用怀疑的 各个卡扣依旧是扣得非常的紧实 银色电镀的涂装 轮圈滚动 四轮周地都是没压力的 上部来看 这个色调 其实黑色蓝色红色 如果做的不好 很容易出现山寨的效果 但这种恰到好处的电镀橘漆处理 使它显得非常高大上 没有任何廉价的味道 但是前部车体突出 所造成的重心问题 依旧是这个形态的影伤 飞行器状态 也是六面兽的一个标志性形态了 机头方面 大面积电镀橘漆的处理 使它的反光效果来得极为明显 而且在变形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这种锁扣 比出版要更为紧实 也是电镀漆 是部件变厚所造成的 翅膀上面挂这个电镀大枪 无论是尺寸还是色调 看起来都是极为大调的 转到背后 再次感叹一下 这个白色确实是调配的极正 极雪白 希望不会有变黄的一个趋势 翻到背后 各种色块是比较多的 如果抛开角色辨识度 这点不讲的话 单就配色审美而言 这种蓝黑红 所造成的色块分割 使它整体色彩的流畅度 不是很高 手枪状态下的六面兽 这种五颜六色的搭配 使它玩具枪的味道 更浓重的一些雪白的手柄 腰身是没有旋转的 这个造成的效果 就是有一个类似扳机的结构 握持感还是不错的 从上部来看 人形胸甲 两个外翻的翅膀 在枪形下也有很好的外露 从枪头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两个电镀大枪的一个加成效果 包括自身枪头的一个红色处理 使它有一种叙事待发的味道 那么这款大枪 其实我觉得 之前黑色六面那个配色会更帅气一些 一体性是不用怀疑的 拿在手里 还是很有气质 很有正义感 坦克形态 其实考虑到这种配色 与其说是坦克 不如说是一款机械的大鞋子 两个爪子在前面 而且电镀处理的轮子 似乎是能给敌人造成额外的滚动伤害 中间的座舱是鞋子头了 后面的主炮就是鞋子的尾巴 一体性是不用怀疑的 而且翻到侧面来看 大面积的黑色和白色 形成了很好的对比 有种极佳的色彩对比度 整体来看 包括后方 这个地方的色彩饱满度的处理 都是一流的 而且这种电镀局漆 要再次感叹一下 相对一般的处理 是要华丽的多 正上方来看 这简直就是一个正义配色的鞋子 所以这样一个配色方案的选择 也使六面兽的坦克形态 给人了更多脑补的空间 底盘来看收纳是很好的 坦克的履带 也有银色涂装处理 重图使得这款玩具的变形 没有了任何惊喜 但传承的头雕改动 还是赋予了新角色很高的辨识度 华丽的电镀局漆效果 加上调配合适的色彩饱和度 使得复古的正义配色下 没有丝毫的廉价感 这一点是很难得的